这里的早晨朝气勃勃 白杀周围可以看到人来人往 如今阳光普照 就决定走进去行一转 由于美来是碧利州梳果种植的主要地点之一 所以货源供应都算挺充足 在白杀旁边还有很多熟食当仔 早餐都特别多选择 顺便试食了出名的脆皮烧肉 走过这间店铺 还和老板娘寒暄了几句 听闻美来明治的由来 是源自一种采石米的工具 它也都是因为石礦业的发展 而成为碧利州南部的主要市镇 这里的鸡仔饼和鸭肉面 我想都不需要点介绍 就连外国游客都会过来品尝 由于它的大街是位于主要通道的中心 所以都会经常见到车来车往 在大街的另一边 很多店主都开始开门做生意 这里的旧建筑很多都有几十年的历史 现正了当年的繁荣发展 在美来有一个外形独特 还经营着的巴士车站 走入去市 和石黑族的老板谈了几句 他们也都向我透露 生意如今大不如前 美来也都有几个 依中植业为重心的新村 冷水河新村就是其中一个 听说著名武俠小说家 温瑞安先生是来自火车头新村 如果你觉得他很陌生 那你肯定曾经看过 四大明暴或者布依神像的电视剧 他就是那位作者 来到的时候 很多农民都正在望中植 和收割沙割 这些看上来比首掌重大的沙割 都为了这个地区贡献了不少收入 冲心祝福农业前景会一片大好 士兰尽 PEié 你 他不正确